来 会不会贪验啊 还行吧 就是杀气有点重 行 得有点杀气 这样跟我平易近人的性格一中和 不干二好吧 你还真打算去啊 当然了 我跟你讲啊 我那房子格局特别好 我稍一收拾马上就能开张 到时候我一楼当工作室 二楼呢我就自己住 我这房子得退了 这样能省不少钱 怎么着也得挑个黄道吉日 钱还疼 你别动 你也不挑个黄道吉日 我哪有你这么迷信啊 那话怎么说 择日不如壮日 开公司这事刻不容缓 这件事情上 我还是得好好谢你 要不你提醒我都忘了 我那房子三处两用了 我给你省了这么大一笔钱 大碗怎么靠了我 我准备正式的聘请你为 我司的副总 怎么样 我可真羡慕你 我这么好一闺蜜 让你年纪轻轻的当了副总 怎么样高兴吗 你真是抠门抠到家了 我跟你省了三十万呢 我还抠门 这样吧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不用 这事不用那么心事动重 我呀就是去给人道个歉 说这个月底之后房子不续租了 来 穿这行吗 不行 这个啊 这个好啊 黑色颜色那么重 会显得我很刻薄啊 本来就是刻薄 还行 来来来 这个总行了吧 我跟你讲 这么纯情颜色我早就穿不了了 我觉得跟你挺合适的 你看 这给你小球 多大呀 你耳朵不嫌沉吗 那你穿什么穿什么我不管你啊 米色怎么样 会显得我温柔而不识尊重 你就去跟人说房子不租了 穿什么都一样 你不懂 我不像你年轻穿什么都行 我早过了穿什么都好看的年纪了 我不得谨慎点啊 再说我今天去干嘛 我是给人扫地出门 我得穿得体面点 显得对人家尊重而不是诚 来了 这是什么 你怎么还买条狗啊 这哪是我买的呀 抱着 谁管你送我买的 喂 你是不是嫌我不够忙啊 你给我买这狗你疯了吧 你怎么知道是我送的 废话 那和尚的字我看不出来啊 我不是上次在你家喝多了吗 总觉得你应该收我气 你也不想见我 但我又怕你闷得慌 那可是一只血统纯正的大不列颠约客县 父母都参加过国际比赛 获过奖大 对了 我还给他取了一个法国名字 叫肉蛋 什么 肉蛋 服了你了 给给我起名也不起个正经 又是你前夫干的吧 我跟林娜也够逗的 这都离婚多少年了 要搁别人吧 就各自安好 开始新的生活 要么呢 就重新和好再试试 可你们俩 这不进也不退的 就这么撑着 要我说呀 他天天送你这送你那的 说明他现在还有你 要么复婚得了 不是你没离过婚 也没结过婚的 你这 这样说话 不要疼啊 我没吃过猪 我还没见过猪跑了 我最近认识一个 离了婚的男的 表面上看呢 他就是那种花花公子 不着调 吊儿郎当的样 但其实 他对他前妻可惦记了 这人和人不一样 离婚的理由啊 千奇百怪 不是每对夫妻 都有复婚的可能性 我和他啊 算是不可能的 你们俩回不回得去 我一点也不在乎 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这样吧 这样吧 我把我那个离婚人士介绍给你 说不定你们俩 甭把看绿豆就都看上了眼 说什么呢 谁 甭把谁绿豆啊 谁 谁知道谁 那没阻止 谁绿豆啊 行了 我还有正几事要办 狗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 小王八 狗 不用吧 不用了 自己就很小心 那行吧 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行 随叫随道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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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小徒弟啊 我还以为上回你跟我生气 就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呢 我一难呢 有那么小心眼呢 对了 你上次跟我说 那圆丹店在哪儿啊 我这绕了半天 我也没找着啊 你现在跟哪儿呢 反正我今儿闲着 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你哪天不闲啊 每次约你你都有空 那得看跟谁 给我发个位置 我来找你 行 一会儿见啊